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大家要持续来关注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讲到 今天桃检持续要掌握的是 到底7月3号有没有延误就医 但是在整个就医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 持续有在做探讨 但是有华哥在这里 也持续掌握到更新的 更精确的一个讯息 所以有华哥我们刚刚讲说 其实我这边的讯息 其实在这里不够完整 当时送洪仲秋到天城医院的救护车上 其实除了洪仲秋之外 刚刚说驾驶兵要开车嘛 但医官吕孟颖 还不止吕孟颖陪他一块去 还有两个人 还有一个是跟洪仲秋 他同样关禁闭的 就是同一天进禁闭室的 那个禁闭生 再加上陈家祥 总共应该是四个人 四个人 送到天城医院 各位晓不晓得 先来的是谁 先来的是范走县 陈以仁跟吴义珠 他们从新竹来走那么快 对 就是说我们感觉到非常奇怪 对 就是说为什么第一时间是范走县 他们先到天城医院 那接着就是陈以仁 他们到了天城医院 就是269里的政战主任 还有就是说我们也经过时间上的比对 我们也理解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事实 就是那一天是叫做举光夜 举光夜人员进出通常都要管制的 那换句话说 那换句话说 范走县也好 那换句话说 那换句话说 请问一下 请问军高检 政战主任的位阶高 还是一个上市的位阶高 当然政战主任 这个时候你要听的是政战主任的话 那怎么是一个上市可以指挥一切 是谁下达命令给陈家祥的 难道军高检不需要查吗 因为那我讲的包含一个蔡姓上尉一政官 一个下姓上尉卫生连的连长 包含战情官是一个女的 然后又那么多人通通知道这种事情 但是军高检为什么没有一个一个隔离讯问说 当天究竟发生什么事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天知道军方的讯息是说 要把所有的责任要放在吕孟颖身上 说是因为他言误就译 但是吕孟颖是根本没有处理过中暑的经验 他只是义务义 而陆军804是整个陆军部队的中暑防治中心 他居然不送804反而送到天城 然后再千里迢迢的到山中 各位晓不晓得到了山种的时候 吴义竹讲了一句很诡异的话 跟宏家的亲戚讲了一句很诡异的话 他说这种事要问范左线 就是辅导长说这种事要问范左线 那我想请问君高姐 范左线难不成是这么多人里面的少将旅长范左线吗 应该不是吧 太夸张了 吴义竹事事多听范左线的 结果他跟宏家讲 宏家问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他说要问范左线 就说第一时间范左线可以到达天城 可以往紧闭室赶 第一时间可以到天城医院 第一时间可以到山君总医院 那一天叫做举光夜 那范左线可以私自离营 请问是谁核准让他离营 不得了 谢谢雅娃哥 每次这一说明一下 这一关人在那里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完决定 一个人就可以做完执行跟操作 但这个一关一关一关 到底谁在这里放行 其实在这个整整的过程当中 就像我们在解释说 那么这个洪中秋他的禁闭报告流程 所有盖过江的人 不管你是被看到 还是你的帐被拿去盖 但你要不要负责 要 但最后谁负责 通通不见了 这君高姐你不查 其实你有很多新式证据可以拿出来的 但是你不查 所以现在还要抗告第二次 在抗价就要抗到什么时候 你没有办法压起人来 表示你查得不够彻底嘛 好我们看到 光是一个只有送医的过程 就已经有这么样的出入在这里 那这一个问题 查还是不查 里头不是五四两旅 269在这里也有问题 其实我华哥今天讲得非常清楚了 关键哪些人 哪些事 哪些人在这过程当中都看到的话 这个部分 大家要有良心 当然会讲到说 会把洪中秋操到必须要送医 结果当然重点就是说 你在269为什么这样子抄人 那么这个抄的过程当中 到底有没有针对性 我们继续就请校成带大家来看 269的抄 我们说到没有错 一直在讲调 这个洪家律师团也说 根本没有照表抄课这件事 果不其然 我们把那个表跟实际的操练 做了一番对照之后发现 这个表里头还蛮单纯的 真的是 特别是在太阳没那么大的时候 这个八点到十点之间 下午基本教练是两点以后才会做 体能训练更是六点到八点才会做 但是呢六点就抄课 十一点两点 酷热情况下继续抄 晚上十点还在抄 所以那个三点的时候最热的时候 红红红就没抄到站不起来 所以这个完全不照表抄课 这些人统统都应该要受罚呀 我记得我第一次在这个节目的时候 第一次看这个表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讲说 我这个那个精品师市长 当时我看这个课表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怪 那时候我就讲说 这个表到底真的表还假的表啊 因为为什么这样来讲 你知道第一个笼统到一个 完全就不知道你要怎么样照表抄课 可是这个二六九旅的哦 看起来像是有模有样对不对 其实有没有 你反而让这些水域的 这个介护士或者是管理士 你不知道怎么去照表抄课 为什么 因为不会这么简单 首先我先讲 我刚刚算了一下子 我刚才下面算了一下子 如果整个的体能操练来讲的话 应该是这一整天是八个小时 也就是我们如果 从六点五点半开始爬起来的话 到最后的时候 那个什么 那个后面还有一个 二二零零的那个部分 如果加起来那个时间的话 大概八个小时 为什么这么讲 第一个在讲说 五点半到八点之间的话 其实部队的每一个 每一个的时间的命令 都是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 没有什么二十分钟 四十分钟这种的 那你这起床整理内部 一定都半个小时 还要打扫就半个小时 好玩多了 多了一个东西出来 还有帮他吃饭 多了一个小时 我刚才算了一下 早上这就一个小时了 一个小时的一个操练哦 就拿去操了 就拿去操了哦 这个还不算知道 前面在做那个什么叫做 暖身操那个部分哦 那后来所谓的基本教练 基本教练就是在操体能嘛 就是在修理你嘛 但是有人说 那不就是立正扫席 这样的基本教练 我上次有讲解过了 一个立正扫席 一个向左转 一个向右转 就跟他把你搞得运头 运头转向 我曾经有一次的时候 我不要讲说 我在那时候在经典 我在当班长的时候 我在对新兵的一个 一个体能训练面 我关于立正跟扫席 我可以让一个阿兵哥 大概大概一小时 做了五百个福利体身 为什么立正 稍微有个动作 不对的话 我就叫你做福利体身 做了就要重来 或者拔他一下 是 那你这样的来算的话 这两个小时 加起来的话 三个小时 后来后面的读书性 其实这个是什么 你知道吗 这叫写毁过书 不是晚上才写吗 没有没有 这个时候你就要写 第一段的毁过书 你要彻底的毁悟 你在部队的时候 犯了什么错 对长官有没有 多么的不敬 然后犯了什么军规 这个部分 而且这里面还要报告什么 写完之后 我们要立即看 什么要立即看呢 如果这个时候你写说 静命师班长 乱抄我们 狗干我们一顿 有没有 完蛋 因为下午的时候 有没有 我就让你有没有 吃不了兜就走 就继续抄 继续再玩 然后玩下去 基本家里玩体能训练 你想想看 我们跟大家来算一下 前面基本家里 就已经在抄体能了 后面的话 有没有 体能训练 你想这个时间 有没有很可怕 这加起来就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我光做 你们各位回去试试看看 你做福利体身 其实有没有 你做五十下的话 你需要多少时间 不用很长嘛 对不对 那不用很长的情况之下的话 四个小一张抄下去 那还得了 然后在晚上下面 在这边的时候 会让你稍微喘一下 各位还记得一个 大国兵男生都知道 晚点名 其实静命师也有晚点名 晚点名点名完之后呢 剩下就是开始 那个所谓的 事关的娱乐时间了 什么样的娱乐时间呢 就对阿兵哥做娱乐 就是晚兵 其实就是把所谓的 基本教练 跟体能学 继续再来一次 所以才会有晚上这个时候 晚点名 才会再会有这么一次 这样过来这样子 那我看了一下 一些引带的部分 其实有没有 有些基本教练的话 如果你是向左向右 基本教练力阵扫西 有没有蹲下起立的话 都还好 但问题是 如果你有玩到经济独立的话 那个就要灵略 经济独立就算灵略 那个就灵略 那个我们军人的基本教练 是不太一样的 是 我们没有这一招啊 如果你玩这一招的话 其实是有问题的 另外一点的话 我真的要呼吁一下头检 你当时在这个引带的部分 有没有一下弄完之后 弄得也太简单了吧 好不好 你现在有一些引带 你已经copy下来的时候 麻烦你把这些时间 把它对对起来 你把它对对起来 是 我知道有一个检察官 他有一个检察官 已经在做分镜表 就像我们就一般的导演 在做分镜表一样 有没有 把人把谁有没有 一二三四个标号标出来 你把标出来 我希望有没有 在他做这个分镜 比对过程中的时候 可以看出一些真相 就是说其实有没有 灵略这些阿兵 包括洪诺秋在内 不是只有我们目前 看到台面上这些人而已 你说不止这些介护士 是 在操 不止直接被起出 这十二个介护士 在操他们而已 这也包括有一些什么 还包括一些事官 你们过来的时候 没事过不过 你给我做嘴确一点 我跟你讲 倒大没来过去 其实有些命令 并不是 并不是陈一勋 一个人在下头 是 一般来讲 我们如果在做这样 这样的体能训练 在操的时候 其实是很多事官 不是只有一个或两个 可是这次我看到 269里 他所公布的一些资料 我就觉得突然间 我们的阿兵哥 好纯洁 你知道吗 每个大家行礼如意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除了正安官跟贵宾之外 有没有 其实其他的介护士 都会下来 那一下来之后呢 就会出现很多 奇怪的一些状态 就是我们会 东一句 西一句 甚至包括有些命令 像教育座福利 或教育蹲跳 或开合跳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只有一个 带头那个 所谓的教育士官 有没有 在座而已 其他人也参与 好 所以这个现场的 这些黑手还真是不少 不在名单上 因为不在所谓 造表操课里头的 介护士名单里 所以在这里 完全的就看不出来 所以今天 这个孝晨在这边 是提醒陶检 那个镜头 仔细对比 到底是不是只有 那12个被起诉的 介护士而已 在这里会有人 路过的路人甲 就进来叫两句 他们就得坐两下 这算不算是 至少是 课表以外的操课 但叫了两下 下令人动作 如果又超乎体能的话 那算不算是 另类的一个领略 所以接下来就请友华哥了 友华哥说到 我们刚看到 这个经济独立校成 就说这就已经是领略的 但这些动作呢 基本上它是个禁止状态 我们还看不太出来 领略动作 但友华哥已经独家 在我们中间频道 告诉大家 这个天龙八世 这个就够恐怖 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 其实这个是立委公布的 一飞冲天 那也是立委 然后一飞 那个时候他们 官阴作联 那也是立委 他们立委只公布这三事 我是毒舌百尾 借花卷佛 人鱼交叉 背负日月 飞上青天 这五事 我不在现场 我的朋友 他也不在禁闭室 那他怎么知道 况且经过几个禁闭声 证实的的确确是有 这个动作 而且讲得非常清楚 我的朋友跟我讲得 非常的清楚 画面上是有陈家祥的脸 刚刚好拍了三分之二 是监视器这样子照下来 三分之二的地方 他把红重秋 把它引到比较阴凉的地方 陈家祥 左脸照到左脸还是右脸 这里 他是照这个特征看出来的 这一只眼睛的特征 差不多这样子下来 半张脸很好认 半张脸很多 对啊 半张脸就是非常好认 结果呢 他把它弄到阴凉的地方 发生了什么 叫他做什么 背负日月 人鱼交叉 还有借花献佛 就是说 这个体能 不是在照表操课的项目里面 对 他很明确的跟我讲 就是陈家祥 他那个时候 他反而没有跟我讲 那个人是陈玉勋哦 他说就是陈家祥 他在第一时间跟我讲的 他说脸的三分之二 他说各位可以去看陈家祥的眼睛这个部位 他说有一点 那个 就是 胎记吗 或是斑 对 斑 所以比较明显一块 对 他比较明显 是 他就比较明显 结果他就 他也讲 他听到战情官电话打到他们的禁闭室说 不要太 抄的不要太over 就是说不要太超过 郭玉龙他也进来讲 你们这样子抄出事情了 对 就换句话说 这个天龙八四 我们都不在现场 那怎么会出现 对 而人鱼交叉就是按照 就仰卧起坐你按到一个人的腹部 对 压着他肚子 那因为洪中秋肚子是非常大 他九十几公斤 那背负日月也是刚背顶在腹部 借花献佛 那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有人已经看到了录影带 况且指证的那个人就是陈家祥 配合禁闭身的 我们讲叫做征讯笔录 这么重要的人 你可以放过他吗 因为我不认识陈家祥 我的朋友他也不认识陈家祥 只不过当他看到的时候 他把这些招式 通通都把它预演一变 这让我相信 的的确确禁闭式是有灵略的现象 既有灵略 就跟过失之间 没有必然的关系 是 其实这些东西的话 他这些是以前我们士官队的时候 在抄士官的这些东西 就是他有一些名词上面用语 而这个过去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叫天龙八世 其实他有些过去的一个历史是什么 他从那个什么叫做降龙十八世 有没有 降龙十八长 等于还有十四还没有出来 十四没有出来 显然没有学的太好 这样子 过去的话我们在士官队的时候 我们一共十八世 而且这十八世从哪边 又听出什么黄埔地底 是延伸出来的这样子 所以这从头到尾 就是把这些禁闭声 哪里当士官队再抄就对了 好 所以看到这里 刚刚委华哥讲到了 就是有人看到录影带 才知道陈家翔 把洪仲秋拉到角落去 特别抄了人鱼交叉 以及背负日月 因为第一时间大家没有注意陈家翔 包含那个禁闭声都没讲到陈家翔的时候 那我为什么敢说就是他 原因是有人看到了录影带 陈家翔五世 然后陈玉昕三世 加起来八世 好 那录影带既然有人看到 而且把这八世动作都学起来 所以有华哥这么清楚 那录影带到哪里去 这当然也是很重要一个关键点 录影带到哪里去呢 看过的人还真是不少 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断做这样的呼吁 或者道德呼吁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但是要有良心 好 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当然就要请教律师 继续来看到说那这个事情为什么陈家翔这么简单 就没事情好 我们广告广告后我们回来再来继续讨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